欢迎收看财经Espresso 晚上好 我是夏时 首先来看今天的马股走势 由于政府挂保证将解决财政和经济问题 成功舒缓市场忧虑 马股今天触底反弹终止四连黑 今天上涨21.74点 以1797.4点收盘 汇率方面受到特经会取消消息影响 美元小幅回升 导致亚洲货币重压 但是索性马币表现争气 对美元保持在3.9790令吉 对其他主要货币起落不一 对新元跌至2.9719令吉 接着是今天的市场加异数据 散户今天竟买入1亿0633万令吉 而外资级本地机构则个别竟卖出 8018万令吉以及2614万令吉 接着来看企业Vlogan外的单元 被投资者视为国阵概念股的 蚂蚁巨服务遭谣传总部被反弹会搜查 并扣留所有公司高层 引发投资者恐慌 拖累蚂蚁巨服务股价下滑 蚂蚁巨服务董事部将严重看待此事 并已经采取适当的措施应对 其中包括向警方报案 无论如何今天闭试蚂蚁巨服务再跌三仙 剩下76.5仙 成交量达10639万股成为第二热门股 大水前蚂蚁巨服务股价逼近三令吉 短短两周内已经跌胜不到一令吉 跌势让人炸舌 换个焦点 投资者因为担心马来亚银行受失城开发集团拖累 而纷纷卖股 造成马银行昨天股价下跌42仙 穆迪今天表示 假设马银行大部分或全部贷款都获得大权项目或相关现金流应收账款的担保 那么在最坏的情况下 马银行这笔7亿2000万新元的贷款潜在亏损相当有限 虽然穆迪信心喊话 但是投资者依然谨慎 马银行今天只能以10令吉26仙平盘价挂收 最后来看 中国企业投资的新加坡第三延伸品交易所 亚太交易所Apex 今天开始交易 并推出以美元计价的棕油期货 成为大马之外交易商的另一个选择 吉隆坡不愿具名的棕油期货交易员说 这项期货开盘后半小时的成交量不错 但是还是要观察 以确定交易首日的热情能不能延续 根据亚太交易所文告 陷入困境的能源巨头中国华信能源的子公司 持有亚太交易所25%股权 香港新湖投资公司 以及上海混沌投资公司 也是股东之一 今天的餐经新闻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